嗨各位 我是金穿衣 我推的孩子最近才剛度過他最…好啦 第二傳眾的一個章節戀愛實境秀篇 現因為急於表現而闖禍 最後被節目單位獻祭成為流量的祭品 遭受巨大嚴上猜點被釀成無法挽回的悲劇 第六話 整個黑暗到你完全無法想像 你上一集竟然還在看三個帶雞頭的人在跳健身操有沒有 對 這就是我推孩子 不過不曉得大家知不知道 這一個戀愛實境秀篇 其實跟一起真實發生過的事件有非常多相似之處呢 今天我們的主題就是要來看這兩起事件 互相映照後有什麼差別 還有最後他們想要藉由這個結局告訴觀眾們什麼 OK 如果你喜歡之類帶給更多有趣ACG話題的節目 坑青 請用超級感謝之所產出更多相關的內容 然後景穿衣的IG帳號 今天我發了一篇全新的補番推薦的貼文 有興趣的朋友點酒放下面可以追蹤一下喔 OK 3 2 1 我們開始 不知道多少人還記得 雙層公寓這個名字啊 這是一檔日本的戀愛實境節目 要做的事情就可以在動畫裡面看到的一樣 開拳數位謀面的三男三女讓他們共同生活 看從中會不會擦出愛的火花 雙層公寓是在2012年開播的 到那時已經拍了有八年之久 而且15年還跟Netflix合作大大擴張的製作的規模 就可見這種實境秀是非常有人氣的 到了我推最主要的設定其實也都一樣 一樣是三男三女的組合 差別只在把年齡往下降到的高中生 設定也從公寓的住客變成單純下課後聚在一起的學生 這邊露比就有提到 欸 明明是主打放學後的聚會 怎麼全部都是在週末拍啊 光從這裡你就可以看出這檔號稱 真人實境秀的節目已經不是那麼的真的嗎 而事件就是發生在2020年的5月 一位22歲年輕女摔角選手慕春花 她因為在節目上看似糟糕的行為而承受了網路上海量的謾罵與批評 最後附和不住的她選擇了一個令人萬分遺憾的解脫法 關於這個題目 不管志祺希希孩 塞門都已經有做過更詳細的解說了 我相信點進來看這部影片的觀眾也多少有了解 這邊就容我比較簡略帶過齁 後來新聞報出來之後就不用說啊 風向立馬倒過來吹 那些原本發文批評過 莫春花的人很多都害怕被追究責任喔 所以趕緊刪文 那一天網路又重新學習了一次公眾輿論的可怕 儘管這種事件以前都已經不知道發生過幾百次了 是啦這種網路霸凌相名正義的題材早就不稀奇了 我沒有要說是老梗啦 我覺得這種有教育意義的題材 周圍多一點也是好事 我想要講的是作者這一次打算從哪一個面向去他口這個題目 最終他們選在了惡意剪輯上 當年讓莫春花事件一發不可收拾的引爆點是在其中一集 其中一位男性成員小林快 他因為沒有注意到洗衣機裡面莫春的摔角服沒有拿出來直接按下了烘乾 結果摔角服就縮水洗壞不能再穿了 莫春花不用說是相當的氣憤 儘管是她自己忘記把衣服拿出來的 但是她還是氣不過一掌山飛了小林的帽子 還罵哭了旁邊好心來勸嫁的另外一位女性成員Vivi 這麼有爆點的展開啊 絕對是劇組想要看到的嘛 而莫春花雖然也不是沒有她生氣的理由 可行為明顯有點超過了 從觀眾的角度來看她確實就是一個壞人 可是重點來了 這些難道都是真的嗎 悲劇發生後 陸續有很多內幕被爆出來說這檔號稱沒有腳本的真人實境秀 其實是有劇本的 當然啦你說是像連續劇那種要被台詞喊咖的故事劇本那是沒有 不過為了節目要好看又有高潮迭起 很多很多橋段跟人設都是由幕後人員事先決定好的 算是在指定範圍內的臨場發揮這樣 上一話有馬不是有講到 Surfshark VPN是全網最安全的VPN之一嗎 嗯? 你開無痕沒用還是有數位足跡 沒關係用Surfshark加密波安全想追得翻沒有代理 沒事用Surfshark一鍵傳越哪一國的網站都隨你逛 網速超級快多機可兼用各種新功能 Surfshark Alert提前通知你潛在的入侵者 Surfshark Antivirus快速掃描你的電腦清除所有病毒 Surfshark Search躲過搜尋引擎的監視 再也不會你隨便送查個東西結果到哪都會被那個東西的廣告給狂轟亂炸了 用不習慣30天都能退廢 點擊連結訂購Surfshark VPN或輸入優惠代碼 獲得我的獨家優惠 訂閱2年方案還會加送3個月的免費使用期唷 上一話有馬不是有講到那種起床突襲整人的節目大多都是C的嗎 不然的話要是真的去突擊結果偶像旁邊睡了一個難得該怎麼辦 就還是會有一些事前知會的 雙層公寓的節目組之所以被燒到整個節目直接停播 就是因為他們的指示很大程度就是悲劇的成因啊 當初木村山飛小林的帽子這個其實並不是出自他的本意 是幕後知道他要他去打小林的巴掌 但他實在是打不下手才改成去山人家的帽子 其餘還有更多更誇張的指示 像是要小林去摸木村的胸等等 可以說是為了檢禁預告的噱頭而無所不用奇蹟有沒有 明明發這麼大火就不是木村花的本意了 幕後還把他用最不好看的方式給撿出來 幾乎等同於是你慫恿別人去搶銀行 結果你還第一個跳出來喊抓賊這樣 就非常非常的惡劣嘛 還有人說雙層公寓根本是惡魔剪輯 與之相對喔我推的孩子事發成因就比較沒那麼可惡 黑川因為在節目上都沒有太多表現 加上他聽到經紀人因為這件事被老闆罵爆 導致他急於表現自己 卻問了節目組得到的建議是說 你去當從有希手中搶走阿修的壞女人就好了 然後呢就 哎呀一不小心用指甲滑到了有希的臉 我得說單純建議去當節目的反派本身 我覺得是絕對合理的一個要求齁 更別說還是欠自己問的嘛 節目組也就是依照經驗告訴你可以怎麼做這樣 沒有任何像雙層公寓的硬性指導成分 會發生臉受傷這個意外真的就是純屬巧合 要說我推的節目組錯在哪裡 那就是低估了一個17歲小女生的抗壓性 還是把這段拿來用而不是直接剪掉 後續的演唱就相當直白了 面對排山倒海而來批評我覺得大家都應該能理解 這一定是很難承受的啦 尤其倩在參與節目前還是一個媒體新人 在線上的知名度相對不高 如果是一些大網紅像MEMU好了 他們岩上頂多就是會被攻擊他們岩上的那件事 可是倩卻連以前的畢業照都被挖出來啊 還有一些學校的同學就仗著跟他有那麼一點關係 開始亂傳一些很扯謠言 岩上跟肉搜雙管齊下的一個狀態 可能會有人說啊你們看不就好了幹嘛去自討苦吃 但是我得鄭重說明 不看真的不會比較好 因為對當事者而言真正可怕的並不是批評本身 而是你了解有人在說你的壞話 你卻不可能有辦法一個一個去跟他們解釋這件事情 只能任由觀眾以而傳而加油添醋 而且倩他個性就真的是很認真 一定會去看然後什麼都往心裡去 發了道歉文結果引來更多更多的惡意留言 就你們懂得大家都愛打落水狗 就算在現實世界都不敢做 但一道網路上有了那一層匿名的面具後 馬上就會露出嗜血的本性 這種情況最可怕的地方就是 參與者都會有一個 反正我小講一下不會怎樣吧的心態 就連單純演反拍演的很好的演員 都有可能收到死亡威脅的 這種實境秀的節目 觀眾更難去區分爭取虛假界限嗎 不是說 因為怕當事人可能會講不開啊 所以我們以後就再也不能對人做出負面的批評 你當然可以有你自己的想法 這邊要注意的是那一條 從公正批評變到人身攻擊之間的線 你們喜歡木村花在節目中的表現 你想要表達當然可以 但不能忘記 就算如此 這也絕對不構成 你可以隨便嫌他醜啊 沒有教養啊 要他去死啊 之類之類的理由 遭遇與言善後 木村跟倩的反應都還蠻接近的 木村在他人生最後幾個日子 大多都是發表一些 感謝母親把我生下來 感謝貓咪的陪伴 對不起我很弱 等等很消極的言論 動畫我希望大家注意的是 中間穿插的這一段 欠人生的跑馬燈喔 首先 對 這是動畫組自己家的 你可以看到欠他一路這樣在戲劇之路上奮鬥過來 每天都超級認真 可是搭配著的畫面出現的 全部都是那種網路上無中生有的謠言 我覺得這一邊想要表達出的 就是一個很強烈的 欠他整段人生都被否定這樣的感覺 所以很多人才說公眾人物 大多呈現在外在的形象都是人設 因為你把真實的自己暴露在外面 就是有這樣的風險了 而這不又連結到了我推低話 講到演藝圈假假真真分不清楚這個主題嗎 欠他失去了便捷餘力 當下他唯一想要的就是解脫 這邊這一段 從他很祥和的表情 怕瞬間切到現實 很唐突的一個反差力道超級強 好險最後阿葵千鈞一法把他救下來 牧村華的故事很遺憾的就到此悲劇收場了 但對我推孩子來說 這裡反而才是真正的重頭戲 你可以想成說後面的劇情 是赤板在自己所創造的虛構世界中 給雙層公寓事件一個他沒能擁有的 Happy Ending 呃那個我不確定這部影片 到底會在第七話上前還後出來 反正我就先防了一下還沒有看過的 可以看完再回來齁 阿葵阿解法非常直白 他打算向大眾展現真實的參演者 其實私底下感情都是很好的 他剪了一部影片 用的全部都是沒有被剪進去的花絮 然後就是有成功逆轉網路的風向這樣 這是得益於我推把秀設定成全員高中 呃對全員高中生 所以才能有比較美好的一個結局啊 雙層公寓後來雖然也是有傳出其實參演者感情都還蠻nice的 那再怎麼樣都是社會人士啊 要上演像我推這樣大台風天 大家一起跑出來就朋友這種偶像劇戲碼 果然還是只存在於虛擬世界的 被阿葵這樣一弄誹謗重傷就從此不會再發生 那肯定是不可能的 會罵的今後還是會繼續罵 牧村華那個時候有的網友是真的被查出來然後追究法律責任 卻有人即便是在事件發生後都還是死不認錯結果還鬧上了法院 最後唯一要說一下的就是節目方的描寫喔 這起事件雖然錯絕對是錯在限量的節目方 不過結尾呢赤板還是有讓導演軟化負大人該負的責任的啊 這我覺得其實算是赤板的一種職業道德的你們知道 因為我推演到現在啊除了真凶以外 是沒有出現一個真的不可原諒的大壞蛋的 不尊重專業的原作者也好啊 沒有品德分寸的節目批也罷啊 基本上後續的劇情都會給我們一個這個人 有理或者值得通行的理由 我想赤板也沒有打算去醜化任何一個職位的人啦 所以說呢就是我認為他身為同樣是行內人的職業道德這樣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我是景川一 這是一起知道我們所有人銘記的悲劇 關於相同類型的題目還是有很多作品 像BBS 鄉民的正義 三年A班之類的都推薦大家去看一下 結束前我還有一件事情要講 就是第六話有一個很奇怪的BUG啊 我不確定每個版本的翻譯是怎麼樣的 總之這一段日文是說 靜修之聲我知道沒有表明 但這就是吃素的意思 漫畫也是翻吃素 不過不知道為什麼後面出現的那個 倩媽煮晚餐給他吃的畫面怎麼怎麼都有肉啊 先強調原作只有出現一塊馬鈴薯而已喔 這兩餐都是動畫家的 我不確定是不是導演還分鏡還負責這一卡的人員 不知道靜修之聲等於吃素 因為那個娛樂話還可以理解嗎 不吃肉吃海鮮的人本來就很多 然而下一餐出來 欸這怎麼看都是豬肉吧 欠他老媽不可能不知道他吃素啊 是啦你說喔沒有這素肉耶 不是不行可就是一個很奇怪的BUG我想提一下 而對 雞川大會都也沒有看到 我是銀川 又我們下部影片見